大家好,我是波仔 又歡迎大家回到堅仔賽馬頻道 我們有用堅仔賽馬Apps一起跑馬 接下來星期日,沙利馬場有10場草地賽事 頭上開包時間是1時 今次所採用非常合宅的跑道是C加3 看上一次C加3跑道是4月19日 當日有泥草混合日賽 雖然今次跑全草地 但我估計已經有兩場直路賽 估計都會壓地 而C加3慣常的特色都是 不利走三碟開外 轉彎如果太過虧的話 可能會比較困難 而這個跑道後追馬要怎麼辦呢 好像上次4月19日的關鍵時機 雖然排著14檔 雷神兩下放在內欄 直路走中檔追上來 精彩千里 這些12檔都要殺 短途賽事又如何 更加的偏差比較大 1400那場 團結力量保羅成全 結果沿途跟在第三四檔 放在前面走馬 假應精彩上次3-3 這樣追上來 的確是厲害的 而第七場 當日行星夢 一檔 守住波歇 團結職神 你看到12檔 但其實他壓到內檔 來放 所以開心人生 還有美麗精神 如果你看到C加3 追得好的馬 其實下一次都可以繼續跑得好 可以跟進 好了 今次回到頭場的時間 跑一季沒有幾場 就是52200 大長途會不會是你的重心長刺 還是想看看跑道特色又如何呢 不過盡量在這片段裏 幫大家找出範圍 看看會不會是小駐 看看場地 又或者適合你 我選了九晚的有盈利 幫我件事和大摩近期合作 當然頂呱呱 而這批有盈利 轉到大摩馬房的日子 也不算很長 3月8日 再上陣 跑1400米 當時走三疊 回到來 也驗到左前腳 不良於行 那一場就抹了 接著 隔35天 立即跳400米 跑1800米 你會覺得 會考驗大 但這倍率 由34倍 到13倍 好了 帶大家看看這場 565種場次 4月12日 賽事 圓蘭省了位 粉粉紅衣 綠酒 白面箍 頭有一顆星 5角 有盈利 這場馬 斷速是快的 跟著第四位 天賦威力 回來拋贏 當然是厲害的 最近 跟著快步速直路 直路追 移出中档 這裏還未看空 但回來的馬 很充 似乎 氣量 第一次跑1800米 其實 跳程跑1800米 都是有些考驗 雖然可以說 他之前跑的谷草 2200米 但是 跑一場是否真的 可以 氣量增加這麼多 反而這場 跟著快步速 這樣追上來 輸五個多馬位 我覺得已經有進步 因為這五個馬位 跑過了天賦威力 扔掉了幾個馬位 所以他跟 之後再贏的活力得勝 其實 勝負距離是很接近的 上次他轉了谷草 跑1800米 就轉了配備 隨便 加個眼罩給他試試看 臨場這匹馬 可能跑谷草 甚至乎加了眼罩 他是比較急的 跑中長途 情緒影響了 就非常之難跑 加上 他沿途也是跟著外碟來跑 都是比較吃虧的 從第二碟走到第四碟 彎位都非常吃虧 反對都是輸五個多馬位 我覺得都合理 練完兩場戲 因為上一場 都是一個超快的補足 回到田草 今次 動回配備 脫下眼罩 重大面窟 在配備上 就像前一場在田草的情況 今次是用波見士 比如二檔 如果留守到好位 如果真是施交三 跑到你內當的話 我覺得 他是有權變身的馬匹 始終他在這組裡 是比較側身 少用的四碟馬 可能在太力上面 都是有幫助的 而這一場馬 我估計 步速不會太快 會不會有馬中段變咒 還是哪些騎士式中段變咒 雷神田泰鞍 我覺得他是懂的 而賞心星 季內贏谷草的時間 他用過這一招 在五班裡面 2200米 贏過馬 交度完 大家五班馬 當然不會經常上名 如果經常上名 應該是四班 所以表現反覆覆 今次 有個契機 他排中外檔 有權是中段變咒 還有賽前 在近期內比較少的功夫 就是試複雜 配雷神這匹馬 三次 有兩次都上名 似乎人馬合作都不錯 所以 這個賞心星都是貴內 在五班會贏 所以兼顧他 另外 十三馬 競進精英 今次都休息了 大約兩個月再上陣 埋門 找個閘給他 找黃寶妮 見習生 去試 不入鏡 在尾部 但你看 之前 跑什麼路程 2200米 今次也是 他整貨1千米閘 當然是在後面 所以前面有速度馬 扔掉了他 自在 都是提示匹馬 準備要上陣 霍利時 都是有一些部署 好像剛剛禮拜三 水戰龜 甚至超賽 都是小優 現在都要迫著這樣做 要慢慢跑 馬跑到殘殺 沒辦法 沒辦法 而 而 競進飛鷹 上一次 在501 那場 雖然阿蒜頭 贏了他 然後流了鼻血 但競進飛鷹 所贏的提下敗仗 就是活力得勝 天賦威力之後 會包Q 賞心升零風 零風之後 就是輸給天賦威力 和活力得勝 所以上一場 501 都算是順賴的 第四選 七號碼的維線聚落 上一次 休息六十二日 跑了一場 田祖千六 早段 很慢腳 不斷 用一個22秒95 全場最快 追回 頗多的失地 輸三個多馬位 究竟鄭俊偉 是否上一場 當他火千六米閘 開一開氣 這場才是真正目標 因為這次是隔八天 即是這一刻 錄影時間是六天 我們會不斷跳的 即是去到跑的 即是相隔八天 似乎有一個部署 就是上一場 踏踏踏 今場 放下來這場2200 借上周俊樂 相信這個小火子 大家看他第一天上陣 加上外地的經驗 應該都不需要太擔心 這隻馬輕飄撲 一把十九磅 都要小心 所以在頭場裡 波仔選了九號碼的有盈利 十號上心星 十三號碼競進飛鷹 和抽馬的維線墜落